杨茜 杨茜没有太明确的固有形象 它确实也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和一些属性在身上 也是非常有能力可以挖掘的一个角色 我们整个的时间年代是放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候 为了贴合这一时空背景 我们特意去陕西历史博物馆 敦煌等地进行采访 在传统民族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 二爷 再也不开张咱给翻就开不动了 我们杨茜最开始的一个定位是一个没落的贵族 落魄三星不如狗 没天空 它整个一个白袍的质感还是比较昂贵的丝绸的感觉 上面我们设计的一些云纹 我们这个故事里边杨茜已经不再是战神了 他这些战神的身份符号 三千两人刀和弹弓银弹 我们也做了一个新的处理 头冠其实我们特意做了一个三千两人刀的形状 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弹弓银弹 画成了自己这个口琴 这把口琴既是杨茜随身携带的一个乐器 也是飞船的钥匙 平时合起来他经常没事就抛这个东西 也是一种他性格的表达 除了人物 我们这次呢 在整体的音乐设计上 也希望能够更多元化 这个片子给了音乐非常多的突破口 有一段音乐叫《洛神富》 洛神富的风格是一个字 先 旋律上本来讲 尽量保持它的连关性 所以在前奏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民族乐器和广进乐 也笔合在一起 让观众既不为和 同时又能获得很好的射心语言的享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和尝试当中去探索的 我们平时看到的关于敦煌的舞蹈 绝大部分都是在舞台上去表演 不是在一个失重的状态下去做这些动作 我们当时光编舞拍摄就折腾了好几轮 《飞天舞》这场戏没有办法直接用 因为在动画影片中的舞蹈是在空中上下穿梭 一直在飞 它在哪是要怎么动的 脑海当中我们其实是已经构建了这个 但是说是说不明白的 走 最后没办法就只能是拿着那个小人之后 一遍遍地去给大家去演示 去把这个走位说清楚 能做到最后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真的很不容易 杨检这个作品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古代的神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设定里边整个神界是由很多不同的仙岛组成的 蓬莱仙岛相当于神界的一个商业中心 方胡山呢是一个娱乐中心博业城 营州是一个有着异域风情的这么一个旅游城市 难度最高的那肯定就是蓬莱了 它的整个模型的体量非常非常的大 就可以想象前一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 点了一个开文键 到第二天下班的时候 可能这个镜头都还没有打开 所以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极烦的美术形式 希望可以通过这种表现 带给大家一个前所未见的奇幻世界 这太极图是何等宝贝 也只有这太极图能困住阳间啊 太极图它是非常重要的戏 整个创作过程当中 最大的挑战就是三维水墨太极图那场戏 我们的设定里面是太极图 可以将困在当中的人化为乌有 一滴墨掉到水里或消散开 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很相像的 所以我们早期也就确定了这种水墨的方式 去呈现里面的空间 我们传统的二维水墨画呢 它是平面的 但是当这相机要做360度的旋转 这个水墨是要重新去画一遍的 这个是没有现成容易借鉴的 最终效果我是非常满意 我觉得基本能够把我们最开始的这种感受 能够呈现出来的 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用一种更现代更有趣的方式去呈现 让咱们经典的故事 在这个时代绽放出全新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